而屏东县三地门有间蒂摩尔国小 虽然呢是在平远山区 却有一个很棒的原名小朋友合唱团 在去年呢他们拿到了全国音乐比赛冠军 今年呢被看好还能够蝉联冠军 可那小朋友怎么会临时决定要弃赛呢 这中间有个感人但是哀伤的过程 对于报恩跟得奖 孩子们自己做了取舍 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跟着音乐摆动 穿着自己母语的小朋友们 这是去年蒂摩尔国小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夺冠的画面 被外界看好蝉联 不料下方却临时决定弃赛 二片中处着拐杖的薛奶奶 被学生团团包围笑得合不拢嘴 但不幸的是薛奶奶传出病逝 让长期受到薛奶奶照顾的蒂摩尔小朋友们相当不舍 薛奶奶在他们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像我们这些第一次的三个 然后我们合唱团的一些竞争 几乎都是薛奶奶在长期他们 蒂摩尔国小位在屏东县偏远的山区 受到当年八八风灾的影响分校损毁 靠着高龄85岁的薛奶奶无私奉献重建校园 但不幸的是薛奶奶的告别式 恰巧与今年的音乐比赛时间撞期都是3月5号 也因此小朋友们决定弃赛 这次的事件我们很多的生命教育志工 他们其实在心里是高兴的 在眼睛是流泪的 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 比赛年年可参加 像薛奶奶说再见却只有一次机会 冒着会被竞赛三年风险的小朋友们 坚持要到灵堂前唱最后一次歌给薛奶奶听 用行动报答对薛奶奶无怨无悔的照顾 你看报我下午就跟屏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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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